警告,本视频由MyCraft为平台制作 这是一款用方块建造世界的游戏 受平台所限,人物,场景等皆为方块 初次接触此画风,可能会使你感到不适 拍眼瞎者,请自行右上 温哥结束后,夜晚节被平反,离开了红岸基地 随后他进入清华天文系之教 不久后就到一个课题,为建造天文台外出选举 他就在山上种树,据说要拯救一个什么鸟 可是那些树,村里面是要去罚了 哎,你自己去看看吧 哦,谢谢了 您在这做什么 当救世主 就,就当地人吗 这里的生态环境,确实是 你们怎么都这样 难道只有拯救人类,才称上是救世主 而拯救别的物种,就是一件小事吗 人类哪里来的,这种尊贵的地位 那你救的是 一种濒临灭绝的燕子 每年在迁徙的时候,他们都会到这儿 找落脚点 由于植被被破坏 他们已经找不到猪潮的地方了 和这里的居民,竟然要为了卖钱 来牵手毁了这片绿洲 此命法刚刚颁布 我们可以去找政府 你真以为 我是为了这片树林 坐下 我现在想要制止他们 轻而易去 我刚刚接受了四十五亿美人的遗产 只要我愿意 我可以让这些黄土山都被树林覆盖 但这有什么意义呢 你看到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为贫穷 但富裕的国家又怎样 他们营造自己的优美环境 把污染转移给穷国 整个人类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是啊 哪里都一样 人类都一样 十二岁那年 我父亲公司一艘游轮 在大西洋沿岸海域出交 大量缘油泄入海中 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首先想到的 竟然是推卸责任 减少损失 那天下午 我来到了那片海岸 看到大海和海滩 都被一层黑油覆盖 夕阳在黑色的大海上落下 我感觉 这就是世界末日了 我能理解 换成我 也会这样的 满足人类而牺牲其他 这就是文明游戏的规则 现在我能做什么呢 我有四十五亿美元 我可以建一艘航母 但我就是建一千艘航母 也阻止不了人类的疯狂 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 所以 请你告诉我 告诉我怎么活下去 人类已经无法 靠自身力量改善了 但人类之外 还有别的力量吗 上帝要是存在 也早就死了 被人类的愚蠢和狂妄逼死了 有的 有别的力量 六年前 我在一个军事基地 收到了来自笔灵星的信息 那是一个外星文明 我们 并不是孤独的 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但幸运的是 我有力量 而且会尽全力 去正视这一件 如果是真的 我们就是同志了 哎 他是谁啊 他 叫杨东 这个投资了200亿的加速器 他将是第一个使用者 那帮老科学家 怕丢人 让他捡了个大片 但是他以前 好像从来没露过面 我以前一直以为 他是个男的 是啊 我们也是前几天才知道 他从来不公开肉面 神秘得很呢 你好 你 你好 王明 你是谁 不好意思 汪教授 这是我们史强队长 我听说 你与科学边界的学会成员 有过接触 是吧 科学边界 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术组织 成员都是著名学者 我接触他们 有什么不妥吗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嘿咻 你看看你这个人 我们说到不合法了吗 我们说不让你接触了吗 啊 我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唉 像你这样的一个著名学者 总该对公共安全 负些责任吧 我有权不回答 你们请便吧 哎 慢着 这是地址 下午你必须去作战中心走一趟 我下午没有时间 上期指示 请您务必去一趟 否则会议只能延期等您了 你还是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呢 听说 你最近在研究什么 新材料 叫什么来着 纳米材料 好 我听说 我听说那玩意 一根头发丝粗 就能吊起辆大卡车 而且把它拦在路上 就能把汽车切成两半 真假的 哼 根本不用那么粗 头发丝的百分之一就够了 哟 还挺厉害 不会被用来犯罪吧 你把我喊过来 不会就是问这个的吧 你瞧你这人 我只是随便问问就生气 关于今天的会议啊 我跟你一样 啥也不知道 会议开始 我先提个要求 这也是我唯一的要求 信息对等 不然 我们警方到底在干什么 史强同志 我想我应该提醒你 没有任何军事活动 是对等的 而你 也不能代表警方 但是你们军方 明显是在排挤我们 你们不肯告诉我们 任何情报 对他们说哪门子合作 看你们口中 我这个弯门邪道 迟早有一天也要滚蛋呢 现在是战争时期 我调你来 是看重你的经验 请你珍惜这次机会 同志们 在会议开始前 我再强调一遍 现在是战争时期 而我们的情况已经迫在眉睫 最近 敌人的攻击明显加强了 目标仍是科学界高层 请你们先看一下文件中的那份名单 我知道几个 他们都是物理学界的著名学者 这是 你认识 算是吧 这个杨东 我们去年见过没有 名单上的这些物理学家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先后自杀 什么时候 这个也没错 他是前天晚上 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 死得很顺利 没受伤害 为什么 我们也不清楚 定一同志 你把杨东的医书 给他看看吧 一切的一切都倒向这样一个结果 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将来也不会存在 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 但我别无选择 物理学 不存在 目前我们只能确认 他们都与科学边界有过接触 我们觉得这个组织 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希望你能接受科学边界的要求 加入他们 帮我们进去调查 我工作很忙 没有时间 如果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话 我先走了 好的 谢谢你来参加会议 这还挺好啊 我压根就不同意这个方案 已经有那么多书呆子学了短见 你们再让他去 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石警官 那些学者自杀的原因还不清楚 你不该用这么轻蔑的口气谈论他们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 为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你这样说话 不像是一位合格的警官 你说他们比我强 我总不至于听人家几句忽谣 就去寻短见吧 你是说我一定会这样了 我们总得对你的安全负责吧 大使 你要再多说一句就给我出去 没关系让他说 好 我改变主意了 决定按您的意思加入科学边界 那就再好不过了 同志们 不管你们相不相信 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都是偶然 而现在 我想说 这种偶然结束了 进去以后进入点 有些事顺手就能做 比如 喵他们一眼电脑啊 寄个电子邮件啊 网址什么的 听到没有你 汪教授 丁博士 那个 关于杨东 我很遗憾 没事的 这毕竟是他自己的选择 换做谁 都会这样的 最近物理学出大事了 在世界各地的粒子加速器 一次又一次 以完全相同的条件 重复同一个事业 得出的结果竟然完全不同 您是聪明人 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 物理学不存在 怪不得他这么说 To be or not to be 这是个问题 汪淼教授 我来自科学边界 我叫申玉飞 欢迎你加入我们 我的地址 马上发到你的手机 喂 喂 喂 玉飞在上面有点事 您稍等一会儿吧 这台设备与他工作的超导研究中心那台一样 黑灰色迹象 是四年前出品的RX8620 把这台价值上百万的设备放在家里 似乎很奇怪 卫成每天一个人守着他 到底在干什么呀 进去和静点 就先上顺手就能做 比如要用一眼电脑啊 寄个电子邮件啊 网址什么的 你领导的纳米项目怎么样了 什么 把研究停下来 停下来 那可是国家重点项目 停下来 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了 我现在明白了 科学边界并不是像你们宣称的那样 是一个基础理论的学术交流组织 它与现实的关系 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相反 你得出这个印象 是因为科学边界设计的东西 比你想象的更基础 黄教授 又来拍照 哎呀 老习惯了 周末喜欢拍几张 你们读书人就是有闲情意志 这大草瓶有啥可拍的吗 这是什么 不 不可能 这是 倒计时 再提醒一次 停止你的研究 你到底想说什么 停下 来 拍完这卷胶带 什么都行 随便拍 啊不 别拍人物 也别拍豆豆 随便拍别的什么吧 嗯 这是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里 有什么 怎么回事 倒计时 停下来 诶 诶 汪教授 你来了 啊 来看看 啊对了 全面更新 外围传感系统 需要多长时间啊 四五天吧 要是快一点 三天就行 那这样吧 停机维修 就照你说的时间表 现在就停 好的 汪总 全体就位 准备停机 这几天 实验组的大家辛苦了 趁着停机 好好休息吧 汪总 你也太累了 这里有张总工程师盯着 你也回家吧 好好休息一下 是啊 太累了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是我们 倒计时的尽头 是什么 你在听吗 在 我研究的纳米材料怎么了 这只是一项应有研究 值得这样关注吗 听着 我暂时无法解释我眼中的东西 是什么 但那 但那只是你们吓人的马戏 不管怎么样 别再试验了 别拆开话题 你要真是某种力量的代言人 那你应该能够玩弄更大的尺度 而不是在我的眼睛里做手脚 问题是你能撤住得了吗 我们是朋友 我想帮你 别走药东的路 小废话 你们能做到吗 喂 喂 喂 你打算重新启动试验吗 当然 三天后 那倒计时将继续了 你们又想耍什么把戏 三天后 在凌晨一点钟至五点钟 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